世界杯残酷一幕,比赛还有七分钟乌拉圭后位极哭了,法国太难打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,第一场已经完在,乌拉圭队遗憾地回家了,法国队挡手挺进了四强,在半决赛他们将迎战巴西队和比利时队的胜者,放眼全世界七大洲,最后四强欧洲队已经确认三席,其余六大洲的球队仅升巴西一个独苗,愿巴西能打好比赛。 法国队PK乌拉圭的这场比赛,法国队凭借格列兹曼的一传一射建功,2B0战胜了乌拉圭队,乌拉圭队本是一支攻守很平衡的球队,卡尼若在,犀利的进攻能够分担后防的压力,卡尼不在,他们的攻守就失去重心,现在他们的后防只能不断地顶住法国队的攻击,此战乌拉圭的中场形同虚设,被法国队想断得一塌糊涂。 只说对阵法国这一战,乌拉圭的优势防守稳固,缺点,高空球不占优,不要给对手定位球的机会,此前他们四场比赛唯一的失球,是被葡萄牙利用一次脚球破门。 按理说,乌拉圭本场的战术是,进攻端的力量减弱,乌拉圭队更应该注重的是他们稳固的防守,只要不丢球,法国队会着急,主动拳就在自己手里。 然而开场的乌拉圭貌似打出了梦幻般的开局,法国队被打得手足无措,很多人都感觉法国队就要凉凉了,这样的开局让乌拉圭队也有了错误的认识,错误到他们找不到自己之前的状态了。 慢慢的大家就会发现,一个奇怪的现象,法国队找到状态了,而乌拉圭却慌了,随后在禁区前沿的犯规,格列兹曼的船中,打拉内的破门,下半场乌拉圭门将穆斯来拉的黄游手,格列兹曼冷箭得分,乌拉圭彻底的慌了,中场频频被断,地面推进到不了禁区内,厂商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 第六十分钟,莫巴佩的一次夸张倒地,乌拉圭队急了,险些爆发群体冲突,然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五分钟,留给乌拉圭队的时间越来越少了,到了比赛最后时刻,乌拉圭的后卫西门尼斯再也绷不住了。 西门尼斯的一次防守犯规,给了法国队又一次禁区前沿进攻的机会,现场多次把镜头给到他,在裁判判罚的时候,在排人墙的时候,他都在哭泣,满脸通红,眼含热泪,相信就这样已经完全没有了状态。 随后的比赛里,他也一直在哭泣,心理素质不过硬啊,没办法,这就是赛程的残酷,逃派赛每一战都是生死战,世界被相信的是成绩,不相信眼泪,乌拉圭再见,二十二年再见。 好,谢谢。